物种的进化都会朝着对自身更有利的方向走 但现实中很多物种却好像并非如此 其中就有这么一种物种 在生长的过程中能将自己杀死 它就是鹿屯 全个有用 鹿屯 因为鹿屯属于猪科 外形似猪四鹿 也被称之为鹿猪 所以有人说鹿屯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将自己杀死的猪 而这种猪如今已濒临灭绝 鹿屯毛发短而稀疏 身体皮肤粗糙又有明显皱纹 只分布于印度尼西亚挤出海岛上 鹿屯最大的特征就是雄性奇特的獠牙 它们有四颗十分显眼的獠牙 两颗突出唇外的下獠牙与野猪类似 其实除了长一点外并算不上奇特 带上獠牙就与众不同了 鹿屯的上獠牙是从口中向上长出 直接穿透上额骨和脸部 长得眼睛斜前方或者前额处时便会往内弯曲 这些巨大的奇特獠牙不仅能抵御外敌 更能吸引异性 越是洁白唯一可以将自己杀死的猪呢 因为鹿屯向内弯曲的上獠牙 会随着鹿屯的生长而生长 随着獠牙的不断生长 獠牙会戳穿颅骨 从而引发皮肤或者大脑感染死亡 属于正儿八经的自己杀死自己 并且这种案例还不是个例 所以才会有人说鹿屯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将自己杀死得住 那么鹿屯真的是进化失败吗 濒临灭绝也和这有关吗 其实鹿屯和多数镊齿类动物一样 会经常使用树干或者其他方式磨牙 绝大多数的鹿屯并不会被自己的獠牙杀死 即使是被自己獠牙刺穿头颅的鹿屯 也几乎都是过了生育期年老鹿屯 它们早已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 就如同有些人类的指甲或者智齿一样 和进化失败完全没有关系 而鹿屯之所以宾威 主要是因为森林面积的逐渐减少 使得本与世隔绝的鹿屯 与人类的交集越来越多 鹿屯本就是印尼当地土著人主要的肉食来源 如此便会引来更多的大肆猎杀 现在世界上仅存的鹿屯也只有四千只左右了